我们在推广酵素种植的时候,经常会看到种植户把打下来的这些枝叶啊刺果啊,当成垃圾白白的扔掉,非常可惜。 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利用起来,便废为宝。 按照一斤红糖或是糖蜜,加上这些枝叶刺果,再加上十斤水这样一个比例,做成酵素。 把酵素当成水冲肥和叶绵肥,再应用到农业种植中,它可以促进作物生长,抑制冰虫害,提高作物产量,起到降满增效的作用。 你看,它们这边有的是这个,这么内的叶,还有一些小果。 这边就是做酵素的好材料。 这个就是扔了吗? 这不就浪费了吗? 因为做成酵素不就还可以用在咱们地里吗?